哈囉 各位觀眾朋友 大家好 我是要 我們現在來打一下六峰的災惡級 那用的是我們的超級水手小月亮 不過這個隊我覺得大家就稍微看看就好了啦 依來是我這邊帶了四個腐化 可能比較偏油 啊隊員的部分也是偏油 所以我覺得大家就稍微參考欣賞一下 看一下我們這隻二獎的實力 有打過六峰災惡的等級 這樣子就好了齁 第一關這邊的話是不能守消光啊 我有稍微去洗一下技能齁 因為等一下還有一個著熱地20格 所以我們必須讓天兆在那之前可以用 在第四關之前齁 第三關 第三關的二血就是了 好 那其實超級水手小月亮我覺得玩起來也沒有什麼太大問題啦 而且你看甚至我這樣子組神族隊出來 都還可以圖過這個在二級裡面數一數二反刺的關卡 我為什麼這樣說 是因為在二級裡面真的六峰設計最 最 最 最讓我覺得累齁 每次打完六峰就整個精疲力竭啊 好 那第一關這邊的話我也是花了很多回合去做一個洗技能的動作齁 好 那EVA的部分 對 這個肯定很多人沒有 不過還是要稍微講一下 它會有那個同步率的效果 你只要讓它累積到百分之百 變身前啦 百分之百它就不會再掉了 要不然被打一下就是掉八 好 第二關這邊的話是7C 那它會地增二 好 那這邊我再做一件事情 就是下一關是要消五組一樣的 所以我這邊再稍微去綠火珠跟新珠出來 讓它湊起來 加起來可以到五組就好 那你可能會想說這一關用有什麼屁用 不是下一關才是嗎 烏圖可以幫你記錄版面 所以這邊的話 我等一下會開烏圖追打光暗 這隻只要是非克屬 傷害就剩百分之十 言下之意就是沒有轉屬的情況下 如果你用暗以外打它 傷害就剩百分之十 所以烏圖在這邊也可以派上用場 然後 剛好下一關又可以直接幫我記錄版面 這樣子 非常的舒服啊 好 那我這邊就是有稍微去綠一下 好 我有綠到五組 加起來是五組 我就開招準備過了 好 那超級隨手小月亮 其實隊伍技也有一個加C跟減傷的選項啦 對 那用起來是真的蠻舒服的吼 好 我這邊就直接大力去轉 你可以看到對面其實已經來到9C了 但是小月亮不怕吼 而且它轉完跟那個小西蒙一樣 就是可以點一個3x3去炸 好 這邊的話就靠著我們追打光暗 暗屬性這邊 就直接把傷害打穿出去了 好 來 第三關 好 第三關這邊就是我說要消五組一樣的 那我這邊補一個增傷下去 好 就去轉到五組一樣 我這邊有順便疊珠一下下吼 好 來 這邊就直接錘過去沒有問題 來 接著二血 喔 這個灼熱地吼 數一數二麻煩 好 我們先用天罩去吸收傷害 我這邊就真的完全是空轉了 也不讓它去炸3x3 就讓它那個 灼熱地消失 我們再慢慢去進攻 不然這個真的累吼 超級累 好 那兩回合過後呢 我這邊的話主要就是要去 觸發那個減傷啊 所以你可以看到我盡量找那個 灼熱以外的地方 去把它引爆掉 不然我自己也會被炸死 很麻煩吼 好 那這邊是只要引爆有炸到火光或星 全隊攻擊會有兩倍跟減少30%所受傷害 不然你可以看到其實我這一隊連死血都是不夠的狀態啊 還蠻可怕的吼 啊 還有一個問題啦 就是轉租時間比較少 呵呵呵 好 我這邊的話把真式變身下去了 好 我就去消他的直行去累積那個同步率 對 要增加同步率就是在他的直行消對應屬性 假設說真式就是在直行消水 一顆會加8吼 啊 每回合最多就是加40這樣 只計算首消 好 那如果是在明日香直行就是消火去累積 以此類推吼 好 來 接著這邊是無屬 那無屬的話 小月亮的隊長技就有無事了 那 那他這邊還有一個攻潛 所以我要等他先打過來 好 那也順便讓他把光珠的那個加護 先附多一點 避免我自己不小心把他消掉吼 好 我這邊並沒有打算讓真式暴走 欸 真式的話變身之後同步率可以來到400 好 這個是很對應劇中的還原啊 那只要到400之後他會有一個暴走出現 好 那暴走的話就是每回合有機率自動開招啊 你不管一批剩多少都有機會吼 這個有好有壞啊 但是在這一關看起來應該是壞 所以我這邊就沒有要讓他暴走了 好 你可以看到我這邊有那個水暗牆都沒有消到 但是隊長技這邊有無屬無屬 就直接垂過去了 沒問題 好 來 第五關 好 第五關這邊的話呢 暗珠 要把他放到左右下角 欸 這一關也是數一數二麻煩 要打到86點多億之外 嘿 還要去避開那個暗珠不能消 那好在這一隊啦 是有一個 對 轉完珠子引爆的效果 有點像龍科吧 對 這樣引爆就可以做一波增傷跟回血 這邊一樣 我的死血是不夠的 所以我一定要炸到火光或星吼 好 這邊就是25%25%慢慢送給他 對 然後等一下還有一個真王關 所以我才會跟大家說看看就好 好 這邊我有避開暗珠 好 暗珠一定要先放到左右下角 不然一定會 一定會讓自己越來越難轉 好 這邊就是慢慢去把他四回合脫掉 好 這邊就帶過去 來 接著第六關 好 第六關這邊是瘴氣 然後加那個 加那個七康吼 好 阿combo的部分不用擔心啦 那個瘴氣就是稍微去注意一下就好 只要不要累積到百分之百都沒事吼 好 這邊也直接灌過去來 接著二血 喔 這邊是滿版盾 新珠不能消 阿 我要用的就是珍式吼 掉整版屬性珠下來 阿 這邊就真的只能憑自己的本事去滿版了 這個也是真王關吼 所以那時候 來 開頭就跟大家講 看看就好吼 這個你如果要認真矛起來轉 這一對轉珠秒數是短的吼 要轉到滿版不容易吼 除非你要再換掉隨便一張卡 然後去帶一張可以 神珠滿版的卡這樣子 不然其實 這邊就只能這樣解了吼 好 那這邊 新珠不能消小尷尬 不過沒關係 傷害是足夠的吼 好 來 這邊就直接錘過去 沒有問題 來 第七關 好 第七關是手消全光跟不能手消光 欸 還有手消全暗跟不能手消暗 阿 這邊新珠太多了 所以我先一回合送給他 好 其實這一關小怪我害怕了很久 哈哈哈 因為我很怕傷害不夠 就等一下打死右邊之後 我會一直很擔心左邊傷害不夠 所以我有看比較久一點 好 我這邊先處理掉右邊吼 因為右邊CD是1啊 那個比較麻煩 好 阿左邊這邊我就補一隻增傷下去吼 其實我是在看右邊那隻還要多久才會跳啦 反正如果右邊那隻下一回合就跳 我一開始就知道的話吼 我就左邊直接開下去 不會猶豫了吼 因為下一關有睡眠 剛好這一隻小月亮可以拿來解睡眠吼 好 這邊就開了左邊這隻 然後去手消全部的暗珠 好啦 開下去其實也有一個擋死的效果啦 阿 這一隻沒有無視減傷 所以還好吼 好 這邊就直接捶過去 好 來 第8關 好 第8關這邊的話就是 用那個小月亮去解掉睡眠 然後要記得把火炎關掉 因為下一關有復銷重置吼 好 這邊火炎是已經幫你轉15顆出來 就找剩下的去銷一銷這樣就好了 好 這邊一樣帶過去 那接著這邊的話是光強拼吼 我本來是想說等真飾跳回來吼 然後我們用真飾去無視拼圖 可是這邊看起來是來不及 所以我有開龍科 龍科去延遲他 順便照光強化出來 這邊是光強拼然後反手消暗這樣子 對 本來是真的想說用真飾去無視掉啦 買虎阿 所以我這邊就去消一下水吼 然後開龍科 阿龍科延遲的部分 就是帶到三個形狀一樣的龍科 然後有轉到7000分 這樣就可以有延遲效果了 好 阿威也有盡力去把暗珠炸掉吼 因為這邊有反手消暗比較麻煩一點 OK 好 那我這邊就是補那個小月亮主動劑下去吼 好啦 這個開了其實也有擋死效果 所以沒打死沒送走也沒事吼 好 這邊就直接送過去沒有問題 來 接著來到第9關吼 第9關這邊的話是9C 好 那這邊要注意一件事情 就是等一下王關 小月亮是已經沒有辦法再使用了吼 因為他會被鎖住 烏圖有解鎖 可是他只解神族 所以這邊的話 等一下小月亮就正式休息囉 好 來 這邊就直接鎚過去 來 接著王一這邊要手消全暗 好 阿我這邊先解鎖 阿這個暗珠實在是不好轉 因為小月亮也沒有無視燃燒 阿這個燒到也蠻痛的 所以我決定吼 把閻錫關掉 然後看能不能壓少量一點暗珠 阿我們再去手消全部這樣子 會比較容易一些些阿 好 阿這邊的話就是直接去炸吼 我剛本來是想炸然後留一點暗珠下來 怕沒有一波帶走啦 結果 欸也沒事 有帶走吼 有打到150就是有打到了 好 來 二血這邊的話是弓前盾 他這邊不能手消到暗珠 所以也要稍微去疊一下 而且他這個暗珠是複印喔 還蠻討厭的 就是你如果沒消的話 兩顆會變四顆 四顆會變八顆 是這種複印 所以我這邊有稍微去疊一下吼 然後炸 就盡可能去把暗珠炸掉 欸 結果他這邊又掉了一堆暗珠下來 我的下一回合超級驚險阿 好 下一回合這邊暗珠是真的 世界多 多到我有點嚇到 你看那個轉珠時間短 然後你要去疊這個暗珠 蠻可怕 講實在話 你不小心消到就 誒 剉起來了齁 好 我真的是差一點消到齁 差一點點齁 好 我這邊趕快去把他炸掉齁 好 來 第三回合 好 這邊他準備要打過來了 那我們就是要去把暗珠稍微再疊一下 好 哎唷 炸到火光星就有減傷 這邊是hold得住的 好 來 接著就全力進攻了齁 不要消到暗珠 好 我本來有在想要不要補增傷啦 可是其實炎熙的那個 常駐增傷在那邊 幅度就已經蠻大的 有點擔心 太過頭 好 來 這邊有打到 沒問題 來 接著第三階 好 第三階這邊的話 就要補天罩了齁 要不然他會那個齁 就是 對 扣血100%A過來會死掉齁 好 這邊的話是大於等於石康跟單集 5億吧 好像5億盾 那這邊應該是沒有什麼太大問題才對 好 我這邊抓角色珠只是因為卡珠 沒有什麼太特別的理由 好 來 這邊吸收他的傷害齁 好 來 接著這邊的話我會補一隻那個珍獅下去 那個 我在最後要靠珍獅的大拳頭去打 所以我在前一條血先開 欸 沒有沒有沒有 我這邊是想要先試著轉一回合啦 結果我沒有轉到6齁 有點可惜 對 這邊真的是大失敗 超級大失敗齁 好 那其實王冠有一次失誤空間啦 你沒有破弓錢的話 就跟我一樣打法的話會有一次失誤空間 所以也還好 沒事齁 好 我這邊就是先把珍獅開下去 R6C的部分我把火炎關掉然後再打開 這樣子比較好去湊6C齁 因為他就幫你轉30行出來了 好 那這邊我最後就是去轉6C 好 有轉隊他就會自己自殘死去喔 來 最後的話就是 守消光暗星連擊同等 我們用無圖去無視掉連擊同等盾 好 然後記得不要消到三屬阿 這邊是沒有什麼無視無視 沒有什麼無視反守消喔 反倒是敵技 無視了無視 你的反守消 好啦 那這邊的話最後就是把龍科打開 我本來有一個疊得不錯的珠子 結果被天降直接打亂掉 阿龍科基本上就也是盡力轉高分喔 因為沒有下一回合了 下一回合你就直接往生要再重來一次喔 好啦 那以上這邊就是這一次的二獎 超級隨手小月亮過這個六風災厄給各位做一個參考 感謝大家的收看 我們下一部影片見 掰撲 所以請回到大家看 隨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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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